新冠疫情大流行 全球都在适应防疫新常态 不少大企业决定加入抗疫大军 推出防疫用品 大人小孩都爱的丹麦玩具品牌乐高 也投入生产护目镜 不过这里生产的可不是用在乐高小人的尺寸 而是实实在在的成人大小 工厂人员马不停提的感知 每天能生产一万三千户 目的就是协助减低医疗负担 全球知名的塑料积木制造商乐高 多年来以色彩斑斓 百变的积木掳获不少人心 乐高丹麦总部综合善意和巧思 将生产链中的塑料 投入生产抗疫前线最需要的护目镜 缓解丹麦医护系统的负担 乐高的强项是制造塑料积木 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小玩具 生产护目镜还是第一次 生产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测试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产品的安全验证 目前每天能够生产一万三千副护目镜 这家老牌玩具制造商 除了制作出让人爱不释手的积木玩具 也能够在关键时刻回馈社会 乐高护目镜的设计非常简单 大片透明塑料和把手制成 目前已经有七万五千副护目镜送上前线 质量由乐高员工 以及丹麦卫生部代表联合把关 让医护人员在防疫前线多一层防护 截至目前 丹麦境内共有9158宗确诊病例 染病死亡者达到452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